多謝大家再次來到 這是《榮大師攝影獎》作品展 由這個《莫須有》的展覽講座系列 《榮大師攝影獎》是自在透過攝影項目 引發公眾關注和推動社會議題 促進討論 今天這個講座是薄如空氣 我們請到劉青萍先生 他是去年的特別攝影獎的得主 他分享他在《薄如空氣》的項目 他製作的一些看法和心得 多謝劉先生 大家好 首先歡迎大家來聽我說這個計劃 我去年是其中一個 最後入選其中七位的 缺選人 是不是缺選者 所以 去年那個玩法有一點不同 就是我七位 有一個資格可以叫做 給一個拍攝計劃 給大會去挑選 就是 會不會commission他做這個計劃 那麼 今天這個題目是薄如空氣 我想我可能用了十年了 其實都是因為這個題目 我經常都拿空氣這件事來考慮 所以其實去年Wing教這個比賽的時候 其實就很吸引到我參加 最主要就是 我都覺得 其實我真的是在拍攝空氣的 但是 其實我拍攝的空氣 其實跟Wing他們想要的空氣 其實會不會有一點不同呢 那麼 後來其實我 到最後其實都沒有理會 不如也試一下參加 如果參加的時候 就好像今天現場一樣 起碼如果我入到最後七名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展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作品 這個其實是 我想好像2008年我展覽的一個長刊 其中可能這張照片 在彭馬地的有一張照片 就是 大家可能都會有一點印象 而其中展覽的香港的影像 其實我都為了每個影像寫了一些故事 就是好像放在一個blog上 可能在一個長刊 大家都可能有看過 那麼今天 其實我想由我那時候的起點 然後說回去年我參加的我十張作品 我十張作品 其實我又如何拿來 關於這個空氣的議題裡面 我想說的一些東西 其實我想說的空氣 可能我覺得不太狹窄地 只是大家想說空氣污染 如果大家參加這個比賽的時候 大家也會將自己的作品 會說一些作品的陳述 其中我覺得空氣是我們看不到的 但是我們覺得它是在這裡存在的 那麼 香港城市的空氣 如果是對我自己來說 我有一個很闊的理解 是我想在拍攝一個城市的精神 好像看不到 但是我想我們大家都感覺到的 那麼從1997年 數回到現在這麼多年 其實很多時候香港人都會遇到很多 我們經常都叫做八年一遇的困難 每一次這些困難 其實我自己感覺到也挺有一個末日的感覺 數一點 其實在1997年之前 80年代我身邊的朋友同學 已經有很多人說要離開 說要移民 對我來說其實這個也挺末日的 高官、問責制、母語教學、亞洲金融風暴 沙士、七一、雷曼事件、金融海嘯、匯豐公股 匯豐公股好像對於我們這些不懂得投資的人 其實好像不太有關係 但是不知為什麼我有時候是 每一個人 其實一天裡面都問過幾次 你供不供 其實供不供 原來關係到 公司的退休金 MPF 禽流感 國民教育 其實數到最後 我們現在再看看空氣污染 剛污染 其實好像這些事情不是很大件事 香港如果今天 不要說一個普通香港人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比較以前的香港是怎樣的 甚至很多電視劇都覺得 咦?香港是不是沒有了? 甚至 現在會提起香港的精神是什麼 如果香港的精神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你們看不看得到 如果看不到的時候 其實我們能不能留在這裡 其實這輯照片 我那時候扣在一起 就是我們看回2012年 世界在流傳一個叫馬雅力的末日 我們再問回香港人 其實是沒有人著意 為什麼沒有人著意呢? 其中我覺得 最容易比較到的就是 香港年年都末日 你跟我說這些末日 是不是? 所以我那時候 其實我想2014年 我做了一個展覽 叫做最後一秒 就是其實是 我想像如果大家是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或者是一個 或者我想像是不同階層的香港人 最後一眼的時候 看到香港是怎樣的 基本上我是利用這套作品 然後再去年的時候交給Wing 我將10張作品 我重新再寫過 怎樣看回空氣 可以怎樣的 第一張是 我化身做皇后碼頭 提煙花的秘密警察 看著燃點的空氣 送別香港精神的最後光芒 就是這張 另一個就是 北架山花園的家庭主婦 這張照片我在農場拍的 告別九龍半島層層疊疊的住屋文明 其實每一張照片都是 因為死前路一剎那 所以是一個告別 沙田淚水廠的技術人員 向烏水處理廠的文明為止送別 為什麼是文明為止呢 因為對我來說 我覺得 一個這樣的對稱的建築結構 很多時候就是 我們經常在 如果看回美國拉薩爾 拍下月球 拍下火星的時候 如果找到一些 所謂文明的存在 或者通常都是這些對稱的建築結構 青馬橋下的芬莎攝影師 帕末世的伊甸園 香港有一個羅亞方舟在那裡 大家知道 天星碼頭停車場的夢遊者 緬懷中環最高的過去地標 這個是我童年時候 亞洲最高的建築物 拍來玩的小學同學 沉迷失去的童年空氣 海洋公園的小學生 送別地球最後的住人 因為這對是地球最珍貴的生物 得到應該是最好的保護 這張其實可能是我拍的 第一、第二張照片 香港行政象官 終於可以為自己 呼最後的一口氣 農場道旁邊的足球迷 最期待的是球材家時期入球 時間的延遲 東植物公園的園藝工人 憑吊歷史終結的莊無助養 這個雕像現在還在棟植物公園 就是這一套作品 我去年參加了 我想其實也可能不是真的 很是說空氣污染的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 會不會怎樣跟我連結到關於香港的空氣 這就是我其中一個想做的事情 後來就是 我得到一個機會做現在這個項目 那我也覺得 咦?其實我還是 不如用回那個名字叫做薄魚空氣吧 那 我計劃就是想邀請一直以來 其實可能在 我認識的 香港藝術家 創作人 有些很多是前輩 那特別可能是 我自己比較認識的 多一些是攝影師 攝影師是很多的 這個是 那 那 我稍後可能會 也要給一些 一些他們 關於這個項目的回應的那部份作品 我再說 其實 為什麼有一些人會在此 那 那 OK 這個就是我 我想其實也沒對外公佈過的 那 只是Wing的人知道 其實我會請什麼人 而这些人应该就应答应了 其实这个计划就是 我想每人有七天的时间 其实我想拍一帮人 这帮人我觉得 如果是拍香港的空气 我想不如拍人吧 因为我觉得 什么事会令你感觉到最窒息的呢? 或者你最牵挂的呢? 你最牵挂的很多时候 人会令你窒息 如果我最近看财政的纪录片 关于中国的空气 什么令你最窒息呢? 你看到一些人做的事 想的事 是会令你最窒息的 所以我其中觉得 其实 拎着空气最有关系的应该是人 对我来说 香港最重要的一股空气 我想是一帮创作人 这帮创作人 其实在不同的 他自己的生活里面 其实 在做很多事情 如果这帮人 其实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看法 然后 这个计划里面 可以让他跟我一起 去发表一个 他对香港城市空气的看法 我觉得 挺开心 另一个开心 就是因为 其实这个项目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做 我可以有 这么大班的一班朋友一起做 那 这个过程就是我想由 不如7月1号 2014年7月1号 去到2015年的7月1号 那 很天真的想法 就是不如一年 其实我可以拍多少个人呢 一天拍一个 我想我没有能力了 实在太多了 如果一年有52个星期 通常都是这么想的 52个星期 就是每人分了七天 七天里面 其实他如果是 在七天里面 他回应这件事情 那我就觉得 不如这样吧 就把52个人 每人的七天的回应 填满了一年的空气 这是我一个最初步的想法 但是原来 7月1号 2014年7月1号 去到2015年的7月1号 我是要叫54个人 那我不知为什么 我计算了 那到最后 其实也是54个人 那今天呢 我其实 其实我知道今天 第一个讲座是讲 print making 所以我是带了我的真相来的 原先的设计 是打算放在一张墙桌 我们带着白手蜜 一起看真相 那现在我其实也带了上来 我不知道 等一下可不可以看到 那我其实觉得 相是应该这样看的 相是应该大家看的 其实对于我来说 特别是我的照片 如果你在Instagram 在社交媒体上看 我想 其实很多东西你看不到 就是刚才我展示出来的照片 其实是很仔细的 那我其实是用 所有的大蝙蝠相机 晒一张很大张的照片 如果去到一个太小的 和影像不是太好的 条件下 其实很多东西都看不到 好 那 一会儿我其实有一堆 所谓真的照片 我在这里 看看可不可以给大家看 那另外就是 我现在其实 这个计划去到一半 我拍到20个人左右 那中间 其实 现在这部分 我想给大家看看 其实有一些 艺术家 其实被我拍完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做了他 我七天的回应 那我也想在现在 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那个进展 和其实他们做了些什么 那这个就是阿金 那其实他为什么第一呢 我都答过 或者我找他的时候 就是 因为每年七一 其实我都想起他 因为他七一结婚的 其实每年七一都好像游行 或者是就算我一年没有去游行 那其实可能电视也会看到他们 那其实他去年就好像说是 不穿鞋 走完那七一游行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有一件事我觉得 他这个家伙很浪漫 他们在旺角 一个闹市 一个堂楼 有一个画廊 教人画画 有时就举办一些展览 甚至是讨论一些很深的艺术题目 然后也可以质满人 我觉得这个很香港 香港得来也很浪漫 鄭二敏 这个是他的回应 他的回应就是 给了一个中医的药方 给我 当然其实有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就是 他七一去游行的时候 就是 没有穿鞋去游行 和他太太 那有人回到他的家 他就闻到很多火水味 那他就 他在想 为什么有人 用火水去煮宵夜呢 后来他发觉 他 一直以来 就算离开他的家 都闻到这股火水味 其中他写到的一件事 就是他 会不会当时 他觉得是一种 难道我指香港是如此 二言 二言气氛离慢 似乎一触即发 似乎四处也会着火 就是那四周二言的感觉 让我就是七一后 一两星期 强烈地感到 原作香港的空气 处于一个十分二言 而爆发的状态 这个是其中一个回应 后来他体现了中医 帮他消除了这个二言的气味 这个是回应 那Clara 这个就是 我刚才忘记有没有说 然后我每一张照片要求就是 我想在一个公共空间 或者在一个户外露天的地方 我可以拍到这张照片 那时候 当时那个时间就是 还在占中 Clara就选了 在旺角 应该在信网门口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地点 其实 我也是给那个艺术家自己选 他的回应就是 9月28日 在金钟87枚催泪弹 驱赶人群后的第二天 9月30日 我从同学湾的占领区 乘地铁回九龙 进入车厂后 见到地铁路线的金钟站 被铁了雨伞运动的象征符号 黄色诗带 我便也加入创作 为其他占领区 都加上双龙符号 催泪烟的气味 早已飘至各区 入心入肺 是 这个是一个before and after 他的照片的回应 其实 虽然很多都是 创作人或者艺术家 其实 我要求的回应 其实可能是 任何形式都可以的 那有些 特别是艺术家 或者是他自己是画画的 做雕塑的 那他也问 其实他是不是要用作品回应 我便说 不是 其实所有回应都可以的 謝铭庄 謝铭庄就是一个 江演作坊 就是在石烟尾創演艺术中心的 一个摄影空间里面的主持人 这个是石烟尾創演艺术中心拍的 他做的回应就是七天的定时录影的video 如果记得,应该是video 应该是可能还在家里拍的 混游 混游也是选了在金钟 他就给了一瓶 人工泪水胶囊给我 那是 那是一瓶我处了两年的 人工泪水胶囊 放在928 发放第一火出雷弹的位置 交换你的金钟的空气 另外你也写了一首诗给我的 可以带我去周全租的 有时候 我可以带你去回来 录影之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畫很多畫 我想他也做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創作 我稍後再講,或者大家看照片的時候再講 我為什麼要這樣拍 他交了七天的報紙頭版的 他在上面再畫畫的報紙頭版給我 中間畫的圖像是他其實在當時 其實當時我七天也相信在香港的佔中期間 他就拍了很多照片 然後他從他的照片裡面再挑一些影像 就畫了在報紙頭版上 他告訴我他的報紙是很隨意去買的 我一天在娛樂街上 他想買哪一份報紙 沒有特別說我要七天都不同的報紙 或者是要中文、英文沒有的 他 詞作曲 李宗盛 蛙王 蛙王郭曼浩 郭文浩,一直以來跟我不知是有緣還是沒有緣的一個長輩 其實我自己讀的中學 他以前在我的中學教美術老師 但是我中一考到我的中學的時候,進去了 其實他剛好那年就離開了 應該去了理工設計那裡教 但是整間中學留下太多他做的創作了 所有牆壁、玻璃、桌子、甚至學校的花園 學校的花園是一個爛了的直升機 你覺得我那裡發生過生化危機的 直到我想我中學畢業 其實他的作品還是留在牆壁的 有很多是在玻璃裡有兩粒中文字、英文字 我整個中學教育裡面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但是他令我有很多印象 我想從他這個開始是令我對所謂的概念藝術很有興趣 之後我讀完中學的時候 我又輾轉考入理工設計系 但是我一進去的時候 他就離開,去了紐約 我經常以為我終於見到他了 他又離開了 走了到…好像我讀完理工 讀完理工他回來香港在Arsanta做一個展覽 好像我記得那一次是暑假來的 我第一次見到他,問他其實… 因為其實我看他留在中學的時候很多書、很多作品、很多膠袋 但是我看到他在紮膠袋 我問他,你其實在這裡做什麼? 然後他回答我 也是很虛的 好像今天的題目一樣 就是薄如空氣 我當然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我終於都聊過了 然後他說,咦?他肯回答我 那麼,OK 那麼國務博這張照片 其實可能是其中一張最不同的 因為其中我想說我的拍攝方法就是 我想要求讓我拍攝的人 最簡單 最不要做什麼 站在那裡 看著我拍攝就可以了 我想我唯一的要求就是 我不想你笑 我其中一個個人理由就是 我覺得14年到15年香港沒有什麼值得笑的 另外就是 其實有時候 人在鏡頭裏面 無論你是多熟悉攝影 或者是一個很出名的攝影師 當你有機會被人拍攝的時候 其實 有人叫你 做個post 笑一下 是不是一個V字 其實出來後也有些東西很不同 其實那樣東西不是我覺得 我想要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 可不可以什麼都不做 其實我想有一件事就是 如果這麼多個人在一起 最簡單的方法是怎麼拍攝呢? 所謂不要這麼裝模作樣是怎麼拍攝呢? 或者是我拍攝的時候 我也不要做這麼多東西 最後是怎麼拍攝呢? 但是這個就是 我沒有叫郭孟浩 你dress up 你做回蛙王 我就是想拍攝你 沒有 但是 我很簡單 我只是說剛才那種要求而已 但是 他說我早上他起床 他坐在那裡想 其實怎麼拍呢? 總之他自己說 是我自己決定 我穿上這衣服 那 就拍了一張照片 這個是他給我的回應 對他來說是一個空氣的雕塑 Aer Sculpture 其實這個雕塑 其實也是在剛才那張照片裡面 他用了很多 掛在後面 或者是用一些繩子拉起來 是一些沙布 然後用一些中鋼墨 和顏料黏著的布 Rick Light 麗永神 麗永神其實是 原本我是想邀請 他和何敏基在一起 何敏基是一個做濕板攝影 香港很有名的攝影師 他也是 引領了很多人做濕板攝影 但是他們一起 除了濕板攝影之外 Aerick和他做了一件挺有趣的 我很想他為我這次再做一次 就是 做一些人工的運 他之前做了在不同的地方 做了很多 一個我想可能是 一兩分鐘的設計 然後拍了照 我好喜歡這張 在香港的公共屋邨裏面 有一個 有一盆雲在 他在這裏 高智強 高智強我還沒幫他拍 但是他做了一個活影 原來大家什麼都看不到 我也要看得到一點 其實 projection 就是這樣 這個如果大家想看 可能要離開在這裏才看到 或者是 我希望遲些可以 真的做一個展覽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得好一點 其實我想讓大家看 我到現在拍了的 我二十個人 其實我有print 在這裏 不過很快地看一看 projection 剛才是阿甘 Evelyn Chris Annie 我在這裏暫時這個階段 我不說他們做些什麼創作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譬如Annie 我告訴你她是做陶瓷的 其實 其實可能她還有很多事情在做 不想這樣說 謝明莊 是 圓消息 黑鈴 程展慧 程展慧是有些奇怪的 其實拍攝的時候 我們是想有更多意外的 其中一個意外就是 或者他很有名的其中一個作品就是 他自己的身份證 是要張開口拍的 其實他跟拿身份證的人爭論了很久 或者試了很久 怎麼可以拍到一個張開口的身份證呢? 但是他拍到出來 我也很幸運 咦? 真的很厲害 可以拍到一張這樣的身份證 這一張就是他嘗試拍一張 黑了眼的 其實每一個人 我只是預料了兩張拍攝 因為我是拍四成相機 拍太多實在太貴了 我打算拍兩張 他就跟我鬥 我拍的時候 可以怎樣合眼 不過兩張他也合不到 哈哈 Cara 邓映志 沈家浩 王耀明 黎永辰 欧家瑶 李志凯 郭马浩 OK 好,剩下时间,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如看看评论,好吗? 如果大家想谈的话,可以一起来谈一谈 我想,如果相片放在网上,或者放在电脑,都已经很不同 不同人当然有不同的理由,我想要在哪里掩握 这个剩下,尽可能给他们选择 有些我不是很孤独的,例如李志凯 其实他是想,后面有八仙嶺在那里 我没有特别问,可能会遲些彩虹 其实这个项目最重要,或者是很自私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自私的项目 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 我最大的得着就是,我想和我个人最短三十分钟 我想三五分钟就可以完成,三十分钟 有些可能我和他聊了几个小时才走 这个是我的得着 然后好玩的是,希望大家都在做不同的回应 而这个回应其实是很立体和很複杂的 对于空气的题目 我想尽量看看,原来不同的人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的时候 大家再看回空气 可能有比较,如果做这种比赛的时候 得出来的结果很不同 但拍摄,其实拍摄最困难呢 就是,你何时的空气 所以我知道呢,当时我计算了 我计算了,我计算了,我计算了 我计算了,如果有人在七月一日 要完成所有的回应 或者他不完成就好了 反正未必一定会约到回应 所以我计算了,可能要扮计 回应了 另外就是,其实回应的人 其实我没有吹到 这些是这么快 我可以给大家看的回应 就是,他们完全不用吹 然后就怎么给我的机 如果大家不看,或者什么 我就收起 完之后我就收起